新闻 哇哇哇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灾难过后就有人上有人下 那么张家柱先生这个应该讲前经济部部长 确定了吗 确定了 那么因为不堪收入 那么所以呢请辞后就神隐了 我想他一定内心也很挣扎 因为毕竟他不是什么戒调 他是一直一辈子当这个公务员 我想内心的情绪应该也是很复杂 那么我很想问的是 他是主动请辞 还是有上面的暗示叫他要请辞 还是真的是情侍逼他要走 现在府院高层摆出来的态势是 他是条汉子 因为他觉得被在野党这种侮辱 所以呢他不愿意忍受这种屈辱 就主动请辞 所以呢这个府院高层啊 积极留人包括行政院副院长 还通知记者半夜晚上跑去他家按电铃 那但是呢留人未果 所以说礼拜天就宣布说准吃这样 不过比较有趣的是说 本来说跟他要同进退的政务次长杜子军 结果竟然在六个小时之内就接部长 那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说 这时候张家住在心里面一定百感交集 我会觉得张家住 肚子军就是肚子里面都是军 将军 军 军 军的 我觉得有没有军 你都不了解国民党大观的中文的哲学 什么叫同进退 我进你退 叫同进退 没错 有人退 我会觉得 不对子军 不对 张家住有一部分很可能真的是被辞掉的 因为中央必须要化解排山倒海的政治压力 所以当高雄市已经辞了四个首长的时候 所有的大家都在眼睛就在看中央 那中央都完全没有负责吗 毕竟石化业是经济部在管的 那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张家住也带走了 很大一部分的政治压力 但是张家住并没有说他要为高雄市的气暴负责 没有没有 他是骂在野党 他会被野狗咬嘛 那可是他的离职就可以消解政治压力啦 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如果没走的话 我相信中央政府的压力会比现在大很多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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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话我这个话 顾台铭不是说张家住会有野狗咬的 今天我看这个 因为陈其迈是说 这个你不去气暴现场 你现在人还在这里 你是个人吗 对 对不对 那这个后来郭台铭是说叫野狗咬的 今天我看这个报纸有个小设论是说野狗立委 那大家就在骂啦 骂说这样有人性吗 要用这种羞辱的方式吗 执行不要那么刻薄啦 对对 我同意 就执行不要那么刻薄 只是说骂人家野狗难道不是刻薄吗 是啊 不是那以前国民党哪个立委骂陈明通下西下检 这不刻薄吗 我觉得不要用两套标准嘛 对不对 那其实我也不觉得说陈其迈去问张家住说 你今天是头七 你不去这个商者家里参加工绩 我不觉得这样子很刻薄啊 我是说如果大家认为陈其迈这样刻薄 你跟人说人家压到也刻薄 你跟人说野狗立委也刻薄 我是觉得啦 我是觉得啦 最近一些媒体包括政府高层 一直想把张家住的辞职 讲成是不堪收入而请辞 那当然就陈其迈跟邱毅寅两个 就要去扛这个责任 因为他们两个 一个说他没有人性 一个说他冷血嘛 那其实我的看法跟时期比较接近 我不觉得张家住是 因为不堪收入而请辞 有多少政务官在国会收入 太多了啦 人家神经没有那么大 那张家住你的EQ就特别低吗 我也不觉得 因为他做了这么久的公务员 这就是我想 对不起我插个话 我想补充的就是说 他不是哪边界调来空降来的 他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体系里面 而且他是从基层文官一路往上 一路这样子一路这样过来的 他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的政策 或者什么 他是一路见证的 他也应该 没有没有 他见证的是交通政策 他一路在交通政策 他不是经济部 去年突然被变成经济部门 可是他也在这个体系里面 一年多 一年多 你讲得真好 我讲实在好 他怪什么 说我对政治的灰心 蓝绿充满恶斗 我问你 他说今天才进来吗 他不是啦 他不是够30几年了 你要去哪里进行 你不知道台湾蓝绿恶斗 而且坦白讲在这个圈子这么久 这么尖锐 在这个圈子这么久 野狗 流浪狗 狼犬 博美 你都遇过嘛 对啊 白兔也遇过啊 小白兔也遇不少啊 白兔部长也遇过嘛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所以我会说了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不甘的啦 我一直认为 一个乎 正在乎 说我坦然接受大家批评 对 接下来我要这个见前者 去把它恢复 解决问题 这个才是一个政务官嘛 对啊 要落下来 怪这怪那你都没错 那你是什么 你是小白兔 以前都不知道啊 所以真正的原因是 有民进党立委 在脸书PO文了 林书芬PO文 他说其实张家柱 想走也不是一两天的 为什么他要走 是因为杜子军这个政务次长 他其实是直通高层的 那所以有高层 有任何的政策指示 是直接跳过了张家柱 指派给杜子军 所以杜子军就 就俨然是经济部的部长了 那在被架空的状况底下 所以张家柱其实 那我呆着也没有意义 这是民进党立委公开的 他不能够有所施展 其实应该这样讲 杜子军算是经济部里头的 常任文官起来的 但是呢 张家柱 常任是多长 就是他其实他从 呆了30年 入公门就在经济部 他们都是那种高考及格进行 对 就入经济部 但是张家柱你看 他是从交通部运研所 他所经历的其实是以交通系统为主 但是呢 他能够当经济部长 是因为刘兆全推荐嘛 因为刘兆全当过交通部长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出来交通帮 因为马英九信任刘兆全 所以刘兆全用推荐了非常多人 马英九都重用 所以张家柱从一个 他比较熟悉的交通系统的领域 就到了经济部来 那你想想看 那他有一个像杜子君这样 30年在经济部的这个次长 那你觉得谁会比较懂状况 所以你说高层交代 直接交代杜子君 我想有些时候可能也不太信任张家柱吧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官场也是太现实了 两个同时请辞 一个获准 一个无缝接轨 一个无缝接轨 美人姐 这个就有点像是两个人相约 我觉得真正受辱的是后面这块 我觉得那个侮辱更大啦 两个人相约自杀啦 两个人相约殉情啦 结果呢 他们只是 持官而已 持官而已好吗 但是实际上被比喻嘛 你知道两个人相约殉情 结果呢 女的走了 男的活着 你知道吗 古时候不是有过这个案例吗 多的是啊 不是古时候 是民国 三十 三十五 六年的时候 台北地区发生了一对情侣 然后到六号水门外面相约自杀 然后当时台大校长还写了 傅斯年还写了一首诗 来纪念那么伟大的情操 女的死的 男的被救活了 最后发现根本不是这一回事 本来相约殉情 结果女的真殉情 男的就跟那个力宏讲的一样 他根本就没有殉情 所以后来变成一个加工自杀的案件 那么这件案子其实蛮 张家度是被杜子军加工吗 对啊 杜子军一开始 他没想到说 竟然杜子军六个小时就答应 我要当部长了 杜子军本来讲得非常的 这个等于说啊 讲得非常理直气壮 就是说我要跟随部长的脚步 对不对 那因为他是政务次长 所以他这样讲也没有错 因为部长辞了他一定要辞嘛 那个表面上他一定要辞啦 但表面上 表面上一定要辞 因为他政次就一定要跟着部长嘛 那经过了几个小时以后 他其实就转变了 你可以注意看媒体就问他 杜子军是张家出拉拔的吗 不是 但是他是政务次长 所谓政务就是同进退的意思 但是他后来 观察文化 因为部长指定政次 对 然后后来其实又变了 他说虽然个人是决定要辞 但是如果尊重行政院的决定 如果听到这句话就知道了 就是准备要升官了 就是升官了 不过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说 这个张家出 这个总经理我都很不爱做 面顶就一直拜 这边教的 这边教的 为了大局为众这句话 那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说 如果今天这个 我们这几任的那个部长 辞掉的时候 都在下台的时候表现不太好 你知道吗 前任的那个劳动部部长 我们都知道他是骑脚拉车辞职的嘛 骑脚拉车晚上去秘书那边开会嘛 开会的频率太高了一点 所以被迫辞职 被请职嘛 后来放炮 竟然打自己的这个执政党 就有这个劳动部有效 没有错 潘世伟 然后那个接着张家出也是一样 你可以发现 他并不是为了高雄气暴这件事情 处理不好 或是秉息没有入法的辞职 他完全不是 他在攻击在野党 你知道吗 攻击在野党以后 你可以发现那个脉络 为什么呢 突然间一大堆民间企业 什么的经管会就跳出来说 这个人是条汉子 然后他表现得可圈可点 他走了可惜 这么讲一大堆 对不对 那好奇怪 他在当经济部长的时候 你们没有给他 那么高的温暖跟支持 为什么 他竟然是为了自己 我常常讲说张家出可惜 为什么 因为他说是因为被不满被羞辱 个人荣辱事小 国家兴亡事大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辞职 你应该在这件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再辞职 我现在觉得张家出请辞 这个事情我觉得没什么关系 对 台湾换哪个经济部长 我认为都差不多 其实我觉得也算有效率 默默的内阁就改组了 而且改组了18个 改换掉18个 一个月换一个 默默的也就改组了 张家出其实也不应该辞职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马英九要负责任 福茂不过 资金区不过 何事到处要封存 什么人做事 马英九 这都是马英九 王金平 我说马英九的想法 王金平怎么是马英九 真的都是马英九造成的 一意孤行 再来 其实本来也会负责 不是他跟王金平政争 王金平总要叫他 一些人开始跟北高 老实说 走就负责了 他六十几个月就负责 所以什么人要负责 马英九要负责 我讲实在这是我的看法 我们先来看看 对 如果你把这个标题一看 你会觉得说高雄市政府很糟糕 对啊 气暴 酿灾 揪祸首 黑心的香涵是高雄市幽灵验收 没有幽灵啊 验收的人都有盖章啊 你终于幽灵 你终于幽灵啊 美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